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市的中英教授 中英大专家大学者来给我们讲学 大学者都有一个特点 为人非常的谦逊 刚才我踩的楼下面接 他就跟我们的中教授感觉是一见如故的一种感觉 上午中教授在我们的教学楼 给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进行了一个翻译讲学和工作坊 那么也是我们的教学和讲座 效果反应是非常的好 我们还是老师可能不太熟悉介绍 我在这里再向我们的老师们 介绍我们的中英教授 中英教授是现任新南威尔市大学研究员 在国内多所大学 国际上多所大学兼容荣誉教授 国际学术期刊 乡村教育的总编 新南威尔市各级法院专家 还有很多社会的活动 致力于推动翻译学教学的创新 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感受 热衷于缩短教育和现实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的距离 首创了2.0课程后功能方案 翻译法和教学法 活性翻译 那么在翻译效果研究 跨符号翻译等方面的研究 也处于免贤地位 中教授的这个成果非常的多 这里有两页纸 我挑最核心的 向大家汇报一下 曾经说曾在下列 在多种国际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近六十篇 而作为语言及文化的专家 为新南威尔市州的这个州中级和高级法庭 提供一种庭审意见 曾在澳大利亚 波兰 英国 美国 印度 加拿大 土耳其 中国 中国大陆 还有 中国大陆的我们的是 20家 985 还有40多家 211的大学 一些港 澳台的 逾百件的大学举办奖座 那 重获得澳大利亚国家教学创新级学术奖 由 国家总理亲自颁奖 容易很高 那么曾在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为澳洲培养中文教师 等等 曾作为同声翻译为联合国 政奥国家元首 多家的跨国企业提供翻译服务 其培训并率领之辩论队 曾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各种国际大赛 包括1995和1999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汉语大军辩论赛 另有了学生获得2003年世界评审大赛的 冠军 我们的宗教师是身兼受制 是翻译家 是教育家 是哲学家 就是大学问家 我想最重要的 做翻译的 翻译是一种被看作是文化的百度 所以我们的宗教师是我们的文化的百度人 今天把我们摆住到河德彼岸去 今天上午我们开了个科研的会议 这是新的要求 好吧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让我们再以最热烈的掌握 欢迎我们的教师给我们讲 我再继续做一些视频 讲座视频 目的也是为了分享 中午的时候跟文院长交流 他说希望呢 在学术研究和方法上 也对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那么这是我下一步要着力做到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些讲座视频 就以前的讲座视频 如果需要我可以把它留在这里 我也转给了朱老师 然后呢 你们如果要拍可以 不拍也都在这里 那这就是今天的 要分享的一些视频 首先和学术写作有关的视频 这里有四个 有一个我已经转给了贵校 在这里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打开 其中包括学术写作的 一般的方法和这种要求 以及它的所谓的捷径 第二个呢 跟这个学术创新有关 还有一个实战案例 还有一个就是在 今年有些老师听过的 在华侨大学的讲座 借饭舌巨市 规避学术写作陷阱 那这个是和这个学术方法 和发表有关的几个讲座 这个数字呢 实际上我是一个系列 有些讲座还没来得及 做成视频 那么这是其中的四个 所以1246 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讲座 也有一个系列 那么在这里呢 和大家分享七个 七个呢 就包括跟翻译 比如说翻译理论走势 或者一些个案 还有这个翻译以及话语 特别是哲学思考有关的 那这个也可以分享 还有今天早上 我们说到伏记翻译 那么第四个是一个伏记翻译的讲座 然后呢 最后一个 如果是有将来想了解同船怎么工作的 同船的原理 同船的生活 这是一个纪录片 也是我做的 然后呢 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分享 你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剪辑啊 重新使用都可以 我不介意 早上 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坊 我觉得贵校的学生 哎呀我前面讲都是MTL 第一次跟本科生讲翻译的这个工作坊 贵校学生非常努力 非常参与 非常积极 我觉得很活跃 给我印象很深 我一边做一边在想 哎呀本来应该多做一个工作坊的视频 那么这里有一个其他的工作坊视频 还有一些其他跟这个2.0课程有关的视频 这个链接呢提供给了朱老师了 也我也等一下可以留在这里 这个是今天要讲的主题和翻译有关 你也会考 你会注意到 我今天讲的不仅仅是翻译了 除了翻译还有其他 那希望大家会想到 很可能这是一种思路 也是一种学术的方法 即使你研究的是教学法 语言学或者语用学或其他 你也会想到 哎同样的思路 可能可以应用到你的学科里头 刚才提到文院长跟我说到 大家的这个学术压力 我也希望今天换个角度去讲 不仅仅是讲 贝克家或者贝克的翻译家 我也去想讲一讲怎么做学术 怎么把理论做到自己的实践里 做到自己的学术工作里 也要讲一讲 实际上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大家选择的 我也觉得有点惊讶 因为我们国内现在在做的是 我们自己的一套 正在推行我们自己的国学 中国的自学方法等等 那么我今天要提到一点 怎么把国际的东西 和我们自己国内的东西 把它结合在一起 做出既可以在国内使用的 也可以在国际上使用的 今天也可以做一个个案 讲怎么用中国的实践 去经验 中国的操作 去完善一个国际的翻译理论 首先问一下 大家说家什么意思 plus 还有呢 还有什么意思 这个家 比如说中国说的互联网家 有什么家 互联网家什么 互联网家教育 互联网家经济 互联网家基建 互联网家 意思是 它可以和一切加起来 要互联网家 假设互联网家教育 互联网家教学 我们能做的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空间 就是我们把互联网和教学 不仅仅是加在一起 而且是融合在一起 好的学术 在国际上可以发表的学术 把一个模型 把一个方法给做出来 这种东西 更容易发 假设你说 我把中国教学给讲透了 你可能很难发 因为这个课题太大 但是你为互联网和教学 互联网家教学给你提供了第二个概念 当你互联网加上教学 可以产生出第三个概念的时候 这个概念也给你提供了一个概念 我们今早的工作坊 实际上就是一个演示 2.0课程 或者Curriculum 2.0 就是一个新的概念 我通过一个新的概念 把我的论文给写出来 它就可以有捉摸的地方 就有一个 大家有一个 就像有一个 那个毛 就那个轮船有一个anchor 这个anchor就是concept 你要把concept给找出来 那么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concept 所以 当你把这个做好的话 你可能有机会 做出一个新的选题 用中国的某一个实践 去完善了国际上某一个理论 我现在讲一下细节 翻译家 是谁提出来 而且是一家加了四个 是Mona Baker 提出来的 Mona Baker这个人很有意思 大家应该了解一下 我先做一个铺垫 他是一个国际学者 他在翻译上 基本上就是标杆人物 或者领军人物 他在中国 好像以前来过中南某一个大学做 起码去过四川 去过广州 现在在上海交大 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荣誉学者 搞了一个贝克实验室 在上海交大 中国的做翻译的人 沿逼Mona Baker 所以这个人 我们今天谈也是值得的 首先说一下 一生在埃及 在英国求学 在英国工作 实际上他是我的同龄人 他93年去英国开始读书 95年左右开始读书 然后95年开始在曼特斯特大学 开始003产的教书 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的人员 跟我差不多 我也是91年开始我这个大学教书 但是他成为了一个领军人物 因为他在理论上创新很多 1992年他写一本书 叫做In Other Words 连中国的很多课程 都把这本书视作教材还在用 国际上也有很多大学 用这本书视作教材拿来用 但是我要说的下一点 他已经远远超越了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 In Other Words 基本上相信的是对等 英文的ABC等于中文的加一丙丁 基本上是一种对等的理论 但是他超越了这个 他后来推出了翻译加理论 而且一下子推出四个 而且一下子推出四个 等一下我要说哪四个 他基本上改造了翻译领论 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 那么他给我们一个启发 你真的要推成出新的话 你很可能是得罪人的角色 人家都在说信达亚 我说信达亚不对 我提出四个完全相反的理论 那么你就很得罪人 他也很得罪人 比方说他提出这四个理论 他经常是为阿拉伯人发声 去说阿拉伯人的事业和追求 所以他在英国 他经常把自己摆在美英国家政权军队的对立面上 他经常说翻译 不仅仅是翻译 而且要帮助这些阿拉伯社会 或者民族或者等等 去反抗西方的霸权 听起来也是挺好的 但是有点危险 你说我要反对西方霸权挺好 比方比如说中国说 我们要掌握话语权 我就在话语权的争夺上 这是一种平等的和平的争夺 但是他鼓吹的是 我们要用翻译来为阿拉伯人服务 包括怎么个服务法呢 美军如果你给美军当翻译 你可以泄露美军的机密 你可以错误的翻译他的军令 就等于是破坏他的军事行动 你可以去为恐怖主义翻译 帮助他们发声等等 他这个有一点危险 危险在什么地方 因为反恐是一个世界大多数社会和国家的追求 所以我们最后也要说一下 我们如果做我们的学问 怎么把它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 把它改造一点 为我所用 让它变得可以为大家去接受 而且又推出了新的理论 如果你通过对他的理论进行改造 找出新的 比如说他 我说他的根据 不合理 他用的证据 危险 那我们能不能找出新的证据 只要你能找出来新的 对他的理论进行新的阐释 可能你就会推出新的理论 对他的理论做出一种完善或者修正 那你可能会做得比较好 回到说这个人 因为他比较喜欢为阿拉伯发声 所以他也经常会跟犹太 以色列 西方社会产生一些冲突 比方说 2002年 我说一个极端的例子 他说 整个世界都在为犹太 以色列国家帮忙 给他们辩护 没有人为我们辩护 没有人为阿拉伯世界辩护 我怎么办 我从我的角度上 去为阿拉伯辩护 我能做什么 我做什么 这个时候他包括 他有个出版社 他有两个杂志 他两个杂志都是 他有三个杂志 实际上 都是 其中两个是SSCI 一本杂志叫做The Translator 一本杂志叫做 Interpreter Translator Trainer 叫ITT 我是这本杂志的编委 他是这两个杂志的编辑 老板 他又是另外一个出版社 叫Saint Jerome 这个出版社的老板 他也给我们一个启发 实际上你去看中国最好的学者 包括 炎富 他也是 又是翻译 又是学者 又是出版家 又是社会活动家 他出版商 他在2002年 他宣布一个政策 他说 从今日起 我炒掉我的编委里头的两个犹太人 从此 他们就不为我编委工作了 第二 从此 我出版的一切杂志书 都禁运 禁运给 以色列国家 这个国家 以色列国 第三 从此 我不接受任何犹太人 以色列国民的任何投稿 他说 我要从我学者的角度上 去抵制以色列国家 看见没有 这个人很极端 所以 你在 阿拉伯说这句话 也行 在英国说这句话 很危险 因为英国实际上 发展到今天 是一个很多元文化 很多民族的国家 同时也是一个 法治很强烈的国家 法治很强 强到什么程度 你在 大庭广众里头 如果你公开说 你们以色列人 或者你们犹太人 或者你们男人 你们女人 你这样一说 只要贬义 你就要犯了 种族主义 歧视罪 犯了性别歧视罪 犯了 反正 不能歧视 甚至你们说 你们老人家都是什么 你们老不死 都是什么 那就变成年龄歧视 只要被抓住 抓住正行 肯定判罪 所以呢 2003年 英国的众议会 还真的发了一个宣言 谴责他的种族主义行为和言论 谴责他 但同时 其实国际社会对他还是很包容的 比方说 比方说 2016年 大家选当年的语言学家 Linguist of the Air 把他选上去 他变成了当年的语言学家 意思是 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 所以呢 这个人是个 争论型的人物 争议型的人物 也是一个矛盾人物 我们回到看这个 下面 就说是哪四个翻译家 还要提到一点 互联网家 可以家很多 贝克家 贝克他说翻译家什么家什么 他一连说出四个 也能看到一些趋势 我们作为学者 如果你要对这个社会抱有好奇 很好 但是你要对你好奇的东西 做一个系统的分裂 分析的话 你要看出其中的趋势 我一看他 经常说翻译家什么 translation plus 什么 translation plus 什么 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也吸引了我的注意 当你发现每一个人 某一个人他语言 他的话语 有一种规律的话 你去研究他的规律 那你就会有新的启发 你根据他的规律 去做文章去研究 你可能就可以写出一个新的东西 而且我要说 我们每个人的语言 可以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 都会有规律的 你只要捕捉住一个人的语言规律 你就可以写出一个很好的论文 为什么 国际社会还有这样一种看法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有互联网 有经济 有工程 有什么 但归根结底 它就是语言的社会 所以为什么语言学那么重要 我们研究语言学是为了从根本上认识社会 因为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归根结底 就是语言 就是语言 语言的语法 就是社会的语法 我们看一看哪四个家 大家看一看 左边 贝克的翻译家 不是一个 是四个 这是他提出来的 这里头 有些说法 我 罗列出他的这个出处 因为这个powerpoint是我这两天做的 我拿不到国外的信息 所以有两个我就没有注明它的引用出处 国际上的很多理论 对我们不一定有效 但它起码会给我们一种启发 它会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 它会告诉我们 国际学术有些什么样的趋势 今早上我们就说了 curriculum 实际上是数字化加教学 那么这里 翻译上 如果我们翻译研究的话 还永远是文本 翻译技巧 翻译自身的理论 那么有一个 很容易招致一种批评 就是过时 你会看到 国际上大家研究的是 比如说贝克 他研究的是 翻译加冲突 翻译加叙事 翻译加行动主义 翻译加知识苦戏 他就跟我们经常 你看现在的翻译作品 论文 还在讨论信答养 或者 传诚答义 或者翻译技巧 音译好 还是意义好 实际上国际上 已经不讨论什么了 所以假设有一天 我们要想 要发表在国际上的话 你不能说 我根本不关心国际术有 你可以不喜欢他 可以批评他 那你就尽管批评他 你批评他 也是在加入国际讨论 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 我只说文本 只说翻译技巧 只说翻译倾向等等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点 我们先看他的定义好吗 实际上 你会在他这四个家里头 看出一些趋势 等一下我会具体的讲 第一 他让翻译走出了阴影 我们以前说 翻译是隐身的 就像我们说 同传里头经常说shadowing 什么叫shadowing 太极拳 你打的是这种 跟着别人打太极拳 叫shadowing 做影子一样 或者那个Venuti说 invi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 翻译是看不见的 他这里翻译 走出了阴影 彰显了自己的作用和角色 第二 他在说narrative 什么叫narrative 就像讲故事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联系起来一起讲 什么叫narrative 就像我们中国这几年开始讲 要讲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 要把中国故事讲好 在强调这个讲故事这个环节的有效性 所以他这个也在讲 这个narrative 怎么形成一种故事社区 第三 他不仅仅彰显翻译的作用 他在讲 翻译要积极的去做一些事 包括作为他 他是一个翻译学者 他提出新的理论 他开始对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产生 采取一些制裁的步骤等等 那就是行动主义 他要采取一些行动 你会看到前面这三个都非常的激进 但是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到了一定的年龄人会mallow一点 会温和一点 这是他2017年2016年 新做的一个项目叫 Translation plus Genea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ion and Genealogy of Knowledge 他现在在说的是知识的更新 但我要说到一点 表面温和 实际上更加致命 等一下我要提到 以前毛主席代表我们是用枪杆子夺政权 他说我把你的知识系统给改造 我把你的语言改造 我就改造了你的世界 所以他说的是语言里面出政权 所以也是很致命的 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各自的意思 各自的意思刚才已经说了 基本上就是 他说翻译要积极地参与到冲突里面 用他的例子就是翻译要积极地参与 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和所谓的现代文明世界的冲突 其实想一想 我在重庆 半夜经过一个工地 从地铁站回重庆大学 我想走近路吧 一公里 经过工地 我发现一个女孩子也在走 证明真的很安全 很多地方不安全 包括你看世界各地 现在包括西里亚 十年前包括伊拉克阿富汗等等 不过伊拉克现在变得很好 我去看了一遍 变得真的 他现在那个发展速度 大家想象不到 可能我怀疑他是每年地增20%左右 他GDP 突然你就发现 我们现在广场舞 他们那个广场也在跳舞 就广场生活 现在当然还是 哇有爆炸之类的 但是呢 很多国家很乱 很多冲突 他意思说 翻译要参与到冲突里面去 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我们以前认为翻译是 输灾工作者 你们知道陈旺道的故事 陈旺道拿到了共产党宣言 要跑到他妈妈的采访里头去翻译 因为他要找到一个室内的空间 闲障要给自己建一个翻译工作坊 那么要搭一座楼 这个他往后来变成了搭院塔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室内的 像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电脑 在家里去翻译 但是他说的 你要加入到冲突里面去 要走出社会 我今天实际上我要补充的例子 也要说一个是严福 一个是原天鹏 这些人也是走出社 走出书灾去翻译 也加入到社会活动中去 这也是我对中国翻译学生的一种期许 我希望翻译 特别中国翻译 走出自己的小书斋 去用中国的话题 投入到叫做火热的生活中去 假设 如果组织给你一个机会去当春光 我就去当春光 给你一个机会去参与到社会活动 我就去做这件事 你把它做出来 你就学到了新的知识 那你就学到了翻译加社会经验 所以有机会走出书斋 第二点 刚才说了 我不多讲了 就是要学会讲故事 讲好一个故事 讲故事很重要 包括写这个学术论文也是 很多人以为我要把中国经济 中国教育给写清楚 这种文章是发不了的 你把你的一个项目 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经济 或中国教育 或中国语言教学 或中国高教肯 把你的项目 用一个很好的故事 把故事这种结构 把它讲出来 你发表的机会大得多 更有什么特点刚才讲了 然后呢 总体的走势 基本上就是 前面很彰显 很冲突 很积极 很干涉性 最后呢 变成一个很深刻的东西 Genealogy of Knowledge 下面看下面这个 特点 你会注意到 它几个特点 第一 夸界的 这也是我说 你今天如果去做学术 我只 你看很多人做翻译研究 还是在做error analysis 这种错误分析 这种东西在国际上发不了 因为你就是 旧事论事 发表不了 你一定要换个角度 去看错误 比如说你从心理学的角度 去看错误 你从社会学的角度 去看错误 你从文化 角度去看错误 从哲学的角度 去看错误 你的机会就大了很多 而且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 网络2.0时代 这个时候 如果你从数字 技术的角度去看错误 你已经在考虑工具方法 那你就再夸界了 夸界以后 还有个杂交 要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 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这也是Mona Baker 他还没做到位的地方 他做来做一些 比如说translation and什么 translation and什么 他把它加到了一起 但他没有杂交出心中 思想 新的智慧 新的成果 那么知道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它有个特点 异者中心 以前的翻译研究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大多数翻译研究 都是第一 作者中心 第二 文本中心 第三 标准中心 假设 我翻译的是 Chomsky 或者Charles Dickens 我研究的是 作者 或者我研究的是 翻译 或者我研究的是 文本 或者研究的是 翻译方法 所以是 意者中心 顶多是 作者中心 再一个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干涉 他强调 翻译可以干涉现实 缺陷 刚才提到 他证据链欠缺 不是说他没有证据 而是说他的证据 反 现代文明 他用的是恐怖主义的一些证据 很危险 你为了这个恐怖主义证据 去跟整个世界作对 没有必要 你的时间 你的时间都花费在争论上 他实际上 经常得跟别人争论 我觉得争论的很好 点到为止 不要花费一辈子的时间和力量去争论 你还不如去找新的证据 所以他证据链欠缺 他把它放在一起 欠缺公信力 为什么这样子说 他说到翻译家 已经说了大概十几年了 基本上没有人接受 大家都提 但是没有人接受 因为国内甚至没有人介绍他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不懂 或者不接受 第三点 这一点很重要 我希望对大家有个启发 我们今天说怎么做学术 这跟我们做学术的方法有关 跟我们思路有关 这个思路是不断往前走的 不断发展的 比如说我们关心原来的是作品 后来关心的是译者 原作者 后来是译者 下边呢 关心的可能是读者 我们以前关心的是原作 后来是翻译 下边可能关心的是读者 读语翻译或者作者 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你要把握到学术的一个基本走势 假设你要在国际上发表 你现在还去说信打雅 你就很难发表 因为人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早期的说法 你现在还去研究原文 人家也会比较难发表 因为你是搞翻译研究的 你现在去研究翻译 你要跟Warner Baker去竞争 他是研究翻译的 所以你很难有出头路面 出人头地的时候 我要说的一点就是 下一步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研究受者 这就是你们80后的学生 你们经常讲到的一个词叫给力 英文里头叫empowerment 给力 给力 给力谁 给力那些受众 给力这些 比如说你们看教学法也一样 教学法也一样是教师中心法 我们现在在研究学生中心法 我们在一步步地走过来 电视研究或者媒体研究也是 以前研究的是有多少电视台 多少报纸 后来研究的是有多少作品 什么作品 什么内容 怎么传播 现在大家关注的是 读者感受 观众感受 观众的力量 这些实际上就是在向观众 再向读者去移动 再说到一点 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关注读者 还要关注读者的参与度 主动参与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2.0课程 1.0课程是老师造本宣科 叫做答疑解惑传道授业 什么叫2.0 2.0是学生主动参与 制作学习内容 分享学习内容 通过分享去学习自己 制作出来的学习内容 你在研究学生的主动参与 学生的这种叫主观能动性 和主动参与的程度 我们也要去考虑一下 怎么把读者的这种能动性 给研究出来 这就给我们一个机会 这就是大家 你如果下一步 我要去做到国外去的话 做到世界上的话 我下一步可以走的地方 比方说 第一 补足证据 莫德·贝克 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去补足他 那你就等于是提供新的证据 当你看出他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去寻找新的证据 实际上这就是我做的事 也就是为什么 我最后又发表几个人 然后关于这个 第二 你在补足证据的同时 也在创新 你在研究读者的时候 你也在创新 你在提出新的概念 比方说 以前说 以前说的是 The power of translation 翻译的力量 我现在说的是 The power of translation readers 我说的是 翻译读者的力量 比方说 教学加上互联网 或者教学加上2.0网络 网络2.0版 得出的新的概念就是 课程2.0版 就是我今早做的 你再得出一个新的概念 你新写的文章就可以 课程2.0版 作为一个新的指导概念 拿出去讲 你这个就有机会发表 任何时候 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举手 我们可以回答大家问题 再提到一点 他对常规的冲击 对我们现行的学术 体制 或者理论 结构的冲击 有几个 第一个 对标准的冲击 当你考虑到翻译加以后 实际上你已经在探索 新的标准 你要为翻译加冲突 翻译加叙事 翻译加知识 补习 翻译加行动主义 你要探讨出新的标准 其次 操守的冲突 什么叫操守 操守就是ethics 就是中国叫做职业道德吧 假设 翻译 传统翻译的职业道德 是信达雅的情况下 你的职业道德是 要中立 要不偏不依 要准确 要不增 不加 不三 不改 你发现没有 有了贝克的翻译加以外 以后 你有机会去探讨新的操守 如果你翻译可以参与冲突的话 我怎么去做出新的操守 如果翻译可以去讲故事 所以中国有一个概念 有人推出叫transcreation 翻译创作 翻译写故事 翻译创新等等 那你可以为新的东西去做出它的新的操守 也是一个课题 假设 翻译和知识补习的知识补习 假设你接受这个观点 你也可以去描述 探索它新的操守 你发现没有 只要你有新的想法 在操守方面就会有新的想法 这给你做新的课题 提供了机会 那你每一个机会都可以写个论文的话 你这辈子可以写 写不完的论文 提出了新的理论 实际上就等于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去看翻译 看翻译的过程 去看翻译者的作用和翻译者的角色 那关于翻译者的新的角色和作用 也可以做出新的讨论 新的探索 可以写出新的文章 这个时候 只要你把一个课题给做出来 去研究翻译者的角色 你把你这个课题写出来 就是一篇好文章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是领先 你的论文在概念上是领先的 别人还在探讨一个传统翻译角色的时候 你再探讨一个新的翻译 更多的角色 所以 这个是我刚才对刚才讲的几个东西的一个总结 都在这里 如果大家要照可以照亮 等一下我也会把PPT留在这里 下面我说的是我的例子 也和大家分享 怎么在一个并不令人完全满意的学术框架里头 一个理论里头 做出自己的心意 做出自己的想法 去完善一个理论 在完善理论的过程中 发表自己的论文 我举的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是颜福和一个叫袁天鹏的人 实际上我也举第三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两个例子的过程 这两个人改造了翻译 中国的翻译 而我对他们两个的个案研究 也帮助自己发表了论文 做出了新的课题 然后也等于完善了自己的学术的生涯 让自己写出了新的东西 我们先说颜福 实际上颜福这个人很值得研究 但可惜大家说来说去 都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信达雅上 很少考虑到他的其他的一些特点 我今天说两个例子 实际上你去看颜福 他的自传和他的翻译经历 和他的人生经历 你会发现 他远远不止信达雅那么简单 他远远不止是一个翻译 我举个例子 他翻译最著名的作品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天眼论 对不对 他实际上一共翻译了八本书 天眼论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他为什么对于中国很重要 因为以前我们关心的是王道 王者之道 而天眼论讲的是自然 实际上我们历史上也有关心自然的 但是毕竟还是少了一点 如果有的话也是关心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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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其他的这种现代社会的制度 所以说这个人他最大的贡献是把西学引进到中国 我们发达也要归功于他这一类人的努力 但是 大家知道天眼论是哪年发表的吗 具体年份我忘记了 应该是1899年 一百二十年前的事 1899年 1899年发生了什么事 1899年 中国有个叫做事变还是叫什么变法 戊戌变法是吗 戊戌变法 同年1899年 他发表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的同时 六个人死了 这六个人是什么人 戊戌六君子 大家都是搞改革的人 甚至他们是好朋友同事 这六个人就被斩头了 他就逃生了 为什么 这个人聪明 他也想搞改革 别人也想搞改革 但是 他是用哑的语言去翻译 别人是直话直 实话实说 直来直去说 该怎么该怎么 就得罪了皇上和大臣 就没命了 他呢 按照皇帝和大臣的语言 去翻译自己的作品 让皇上看了很舒服 让这种大臣看了很舒服 所以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大家拿着他的作品 人手一本 我看过一个介绍说 当时的士大夫 都喜欢在自己的枕边 放一本他的书 天眼论 每天去朗诵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用先情后患的语言 就像诗经一样的语言去翻译 所以你看这个翻译 厉害到什么程度 他是1899年18 应该是17世纪的人 他用的是 1800年前的语言和文体去翻译 可以翻得非常的好 所以翻译绝对不仅仅是 照搬生搬硬套 把他对等的翻过去 严福给了我们一个例子 你也说要改革 我也说要改革 你也说要推动社会进步 我也说要推动社会进步 但是六君子就掉了头 而他就活得很好 活到好到什么程度 他做了皇帝的太师 我们现在叫博师 皇帝的老师和顾问 他是 我说出来大家都很难相信 他是中国当时第一个国歌的作词者 中国第一个国歌是他写的 他有中国影响力最远深远的报纸和出版社 他是中国第一个语言大学 可能叫俄语学院的一个创办人 他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 他不但是个人生活和工作做得好 而且他改变了社会 太厉害了 所以研究他 我帮 莫娜·贝克提出了一个新的证据 而且这是一个可靠的证据 莫娜·贝克用的是问题人物 包括恐怖主义分子 我用的是一个建设的翻译 比如说他也是一个activist translator 他把帮助中国走入了现代中国的语言 但是他你看 莫娜·贝克只能用到恐怖主义分子 我用到的是一个很积极的人物 很建设性的人物 而且是对中国有功的人物 而且是可以被中国社会 包括皇帝接受的人物 那么也很好 所以实际上我这个补足了贝克的 刚才说的证据链的欠缺 你说的activism and translation 没有一个好的证据 我给你补足了 你说的翻译要讲好故事 你没有证据 我给你找到一个言符和会讲故事 他用最好的语言去讲故事 你说的翻译要参与社会冲突 我给你提出一个好的例子 他参与到社会冲突 而且在推动的社会 中国社会经历了这个冲突 走向一个比较越来越好的社会 那么这就是一个更好的例子 当你提出更好的例子以后 你可以把 你可以 莫德贝克说 translation and activism 我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 去创造出一种新的术语概念 叫做activist translation 行动翻译 他做不到 因为他没有例子 他没有一个好的证据 我可以做到 我通过言符建立一个例子说 翻译加行动 实际上就是行动翻译 言符用自己的行动来翻译 实际上袁天鹏也一样 是一个更好的例子 另外 如果你再去研究言符的话 你会发现 真正的言符 或者我们研究的言符 跟很多人研究的言符 是不一样的 我今早专门提到一点 言符以后没言符 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翻译 只关注翻译 总不准确 好不好 我建议大家去找 言符的天眼论 前沿来看一眼 他有一个意义者秩序 我觉得这个人伟大 真的不是我们一般翻译 能想象到和做到的 我们是旧翻译 言翻译 说我翻译的好不好 你们才言符在 秩序里头 在说什么 他在做一种话语提炼 我后天要在师班大学 专门讲这个话语提炼 这是我们现在翻译 最缺的一种技能功能 和一种能力 和一种影响力 我说中国说 要抢夺话语权 那你就要提炼话语 我光翻 比如说论语 我翻六十遍以后没效果 我再翻六百遍 还是没效果 这个叫什么 三字经 女经 道德规 叫什么 弟子规 你再翻一六百遍 六千遍 也没效果 因为 第一 人家不看文本 现在这个世界书都死掉了 你还翻书干什么 我们真的有一个说法 就叫 The death of the book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s 为什么 你去看中国大学 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中国大学方面 每条路上都有书店 我估计现在 只能找到一个书店 中国十年前 二十年前 每个路口都有两个爆摊 你现在看一看 估计这附近 只有一个爆摊 有一个吧 对不对 有没有两个 有三个的 有这里 但是 关键的一点 社会变了 没有人去看书的情况下 你翻书干什么 再一个 有些 不那么好的书 女经 你翻来干什么 到弟子规 翻来干什么 你只会破坏 国际人 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力 人家来中国一看 哇 我们高速公路那么发达 我们的楼建得那么好 我们这个公园建得那么漂亮 举止周都建得那么好 结果一看弟子规 发现 哎呀 中国怎么 中国人还是这种人啊 马上就破坏了 人家对中国的印象 所以我们需要 做一种新的话语提炼 把我们最优秀的东西 给提炼出来 缺乏这种能力 言符有 你们看言符的前言 一者自去就两页 他做一种知识上的提炼 比方说 那本书 整本书讲的 天眼论讲的是什么 天眼论讲的是什么 进化 对不对 他在序言里头 就把这个本书的关键概念 关键思想 用自己的语言把它提炼成精炼的话语 就像口号一样 大家一定知道 他原化是什么 物尽天者 适者生存 他提炼出来 他说这就是一种天眼 自然的演化过程 你是抗拒不了 所以他提炼一个词叫天眼 这个人厉害 我们的人翻译 只会把句子翻过来 把书翻过来 翻完了就翻完 就等下一本书 就等着拿稿费了 缺乏一种 跨语提炼 因为我们不去思考的一些 我们只翻译不思考 炎福一边翻译一边思考 最伟大的地方 再一个 他在搞语言创新 天眼就是他创造出来的新的汉语 汉字汉词 然后就流行下来 我说一点 这个人厉害到什么成功 八十年前到一百年前 色科方面流行的语言 百分之二十是他一个人编出来的 所以 他的话语提炼功能太厉害 你回头看一看 长沙回头看一看 五年变了多少 如果我们语言没有新的语言 没有新的话 你怎么推销自己 你说你拉个老外说 我们谈论语吧 谁跟你谈论语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论语 我们谈地质规报 人家说 你怎么那么陌厚 那么古老 像他那时候一样 我们能不能谈你新的话语 这个话语从何而出 就应该由我们翻译做出来 言辅做了很多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一直到今天还在流行的话语 包括什么 包括逻辑 我们在社科方面经常讨论的词逻辑 它变出来的 我们说的乌托邦 也是他制造出来的 我们说的天眼 也是他制造出来的 但是很不幸 我说一点 今天只是稍待提一下 我先给大家一些压力 告诉说我们做的工作 远远不令我们自己满意 更加不令社会满意 我们这就是一个机会 要做得更好 大家知道天眼后来变成什么词 被什么词取代 天眼 净化 谁 谁编出了 谁制造出这个新的术语叫净化 大文原文是evolution 那谁第一个推出这个新的中文概念 净化论 净化 而不是天眼 现在很少有人说天眼 都在说净化 净化 出自何处 大家猜 谁 谁把它做出来的 谁提炼出新的话 那边有 严父说的是天眼 谁取代了严父的天眼 你们猜 谁 不知道 谁 不是 袁天峰是最近的人 对 很不信 我真的希望 有时候我们不是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 有个说 不要老是自己损自己 叫什么 网自 匪伏 但是我要说一点 这真的是一个 这真的是一个检讨的机会 这个词是日本的词 刚才说过 因为他们一直在思考 因为他们一直在翻译 我们过早的标准化 造成我们不去创造新的词 不去创造新的翻译 而日本人这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 如果说 叫我做一个总结的话 我会说 日本借用了中国的汉字 我们现在正在借用日本的词 汉词 或者说日本的概念 或者日本的术语 我看我在这里有没有 我可能这里没有 我另外拿一个 另外拿一个 我看我有没有 我想想我在哪里有这个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个 这是我另外一个讲座 举的例子 第一行 第三 第一栏和第三栏 都是言辅的翻译 第二栏和第四栏 是日本人的翻译 言辅的翻译 很不幸 现在大多数被取代了 比如说 我们就看第三栏 天眼 被进化取代了 得办 被妥协取代了 有关 被有机取代了 无关 被无机取代了 这个妖逆 被单位取代了 这个妖逆也是一个很好玩的 我专门有个论文 专门讲这个妖逆的翻译过程 你们猜怎么翻译 来自于何处 他把它译成了妖逆 很神秘的东西 而且还有点谐音 这是严福翻译 严福经常可以说 我用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去想一个词 不停地 他在话语提炼方面 用了很大的功夫 他经常真的是 为了一个词 费尽脑筋 要在音上有点些 要在这个 要优美一点 要出现过 在那个前情 先情后悍的那种诗经啊 或者类似的文本上 是 他用来 涅夫就是 脑气筋 他偶尔用脑气筋 脑气筋实际上是中国其他人的翻译 但他偶尔也用 所以我每次看这个 我就感觉到很沉重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个翻译 因为我在话语提炼方面 也做得很差 但是我希望 鼓励 特别是未来的 中国的翻译实践者和学者 这种年轻人 多去做话语提炼 想一想 否则的话 我们在思想上 语言上 我刚才说到一点 这个世界 归根结底是语言的世界 你说 我要超越了日本 但是你用的术语 还都是日本的 怎么超越 很难超越 我们这一代人 如果落后的话 下一代人 能不能多做出一点 自己的术语 想办法通过语言 真正的获得一种 我们中国说的软实力 这就是软实力 所以 刚才说到知识创新 语言创新 这两方面的话语提炼 还要说到第三点 他用两页纸 凝结了 他的学术 人生 工作的很多心血在里面 我们翻完就翻完了 他在翻译的过程中 还在 推出 或者改善 翻译工作 翻译的方法等等 所以我们翻完就翻 他翻完以后 他提出一种新的理论 他说 要把翻译翻到信达雅 结果他的信达雅 就成了 左右 以后一百年 学术讨论的三个 三个 术语 你看 他又一次的体现出了 他的 话语提炼的能力 他把他的翻译过程 首先 既不信 比较达 非常雅 但是他把 他的翻译实践 用三个字给提炼了出来 这三个字的影响力 大家看一看 多大 最后 后来的一百年 经久不衰的影响 这又一次说明了 我们作为翻译 作为翻译学者的欠缺 我经常在想 中国思想文化 外宣翻译 也很好 但我们缺一个环节 缺话语提炼的环节 意思是什么 我相信一点 翻译学者 去翻译文本 翻译论语 还不如去写 去写学术论文 去探讨 论语里头的一些精神 一些精髓 一些话语 你再提炼出英语 用英语来提炼出 中国的这种 很传统 很经典 或者说 充有智慧的一些术语 你这种提炼 对中国思想 外宣翻译 贡献会更大 现在折大 开始承认 互联网上 点了二十万或者十万 十万就把你试作一个 什么什么 CSSI的文章 我希望中国下一个要提出来 只要谁的话语 在国外的网络上 形成一种新的 这种流 可以流通的话 我们就给他承认一个SSI 那这种引导 会对中国的这种思想外宣 会有更大的贡献 在那以前 我们可以多写论文 去探讨 中国思想 中国思想里头的精华 发挥我们的这种文 这种话语提炼能力 去做 这一点非常重要 袁天鹏这个人 我也讲一下这个人 你们会注意到 我今天讲的两个例子 主要都是外语翻译成中文的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这也说明一点 我们在中国文献 翻译到国外方面 可能有欠缺 还没出现 可以和他们相比的人物 我希望可以出现这种人 我希望我们的翻译里头 可以出现这种人 有一种提炼的能力 有一种向国外去 推广我们的精华 或者一种术语的能力 那么下一个例子是袁天鹏 这是我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专门写的一个课题 我去研究袁天鹏 我先说一下这个人做的事 说他以前 我先说陈旺道 陈旺道这个人 现在我们都说他很美的 包括毛主席都说 我受到两个影响 一个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送来了俄国的什么什么 共产主义 他提到的第二个人 就是陈旺道 陈旺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陈旺道的翻译 对世界影响很大 对中国影响很大 但这个人也有问题 他翻译完共产党宣言 大概是19年左右吧 大概 中国那个党代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哪一年开的 1921年是吗 1921年你们猜 这两个人 毛泽东和陈旺道 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里头 分别担任什么角色 陈旺道是第一届代表 党中央代表 毛泽东是谁 是什么 毛泽东是门头 他在门外登记的那个人 过了一年你们猜发生什么事 或者以后 毛泽东坚持他的理想 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包括后来开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 这故事很长我们就不说了 陈旺道呢 陈旺道是个典型的翻译 所以我经常说一个笑话叫做 once a translator always a translator 他翻译的时候 热血沸腾 他说我要为共产主义去奋斗终身 所以他加入共产党 成了共产党的第一届代表 第二年就逃党 就退党 又回去当一个翻译去了 而且他原来是在江泽一带当翻译 后来跑到广 忘记广西是四川去当翻译去 跑到一个内陆去当翻译 没什么机会翻译的地方去当翻译 最后实际上还是老实 所以你看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实践者 和一个翻译的区别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鼓励以后的翻译 你实际上陈旺道的机会比毛泽东还好 但是他最后还是成为了陈旺道 而不是毛泽东 最后毛泽东还救了他一位 四九年以后要迫害陈旺道 毛泽东说他是我老师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想一想 翻译怎么去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而不仅做一个苏灾翻译 这个人很厉害 袁天鹏 陈旺道翻译在苏灾里翻译 袁天鹏翻译是进入到社会里头去翻译 他这个人 北京人 不一定是北京人 但在北京读书 北京邮电大学读书 后来去了美国 在阿拉斯加一个大学做研究生学习 研究生学习过程中 喜欢参加各种学生会议 他就发现阿拉斯加大学学生会开会 他就发现阿拉斯加大学的方法 他就对这个方法感兴趣了 他就去了解这个方法 他最后发现这个方法叫做 罗伯特规则 他后来就决心要把罗伯特规则引入到中国 罗伯特规则的第十版是他翻译成中文的 按照一般常理 翻译结束了 你等着他出版 再找下一本书 拿了考译就行了 而他是一个注定与众不同的翻译 他做什么 他决定成立一个事务所 去推广罗伯特规则 这个时候 中央部委 各个学校 跨国企业 他分文去联系这些机构 说你们开会有没有问题 在是否遇到效率不高 这个次序很混乱 这种等等问题 我来帮你解决 我来给你培训 这也是对未来翻译 毕业生的一种启发 真正的好翻译 不是说我一辈子做翻译 而是像他一样 我把它作为一种事业来做 我把它把自己变成一个推广者 一种培训者 发现没有 学英语的人 做翻译的人收入不如雅思老师高 因为老师你变成了一个推广者 一种培训者 对不对 袁天鹏也变成了一个培训者 他最厉害的地方是 他跑到一些村子里去推广 罗特规则 包括他跑到安徽省 有一个地方叫南唐村 去向那些留守村民 大家知道中国留守村民 很多是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语言不好 文字不好 文盲等等 他可以向这些人推广 假设他带着一本厚厚的罗国特规则 去让这些人看 他们是看不懂的 而且你让他们去接受西方美国的规则 他们也接受不了 这就是我说的 给力读者的地方 他的翻译 他在南唐村的翻译实践 最后实际上不仅仅是翻译 他在根据这种精神 这种智慧 跟村民一起来 共造 一起共配合合作 制作出当地的开会规则 他们叫南唐十三条 实际上 陈旺道的翻译是一个独自的翻译行为 孤立的翻译行为 他把它变成一种共创的行为 他跟南唐村民一起制定出 当地的开会准则 你们研究翻译的人 会注意到一个词叫本土化 对不对 本地化 本土化 你会发现 袁天鹏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本土化 翻译案例 但是关键是你要把它做出来 只要你能做出来 你就推出了 第一 推出了翻译新类型 第二 你为莫娜贝克的理论 制作出了新的证据链 他欠缺什么 你补充了什么 你在新的理论完善过程中提供了新的证据 那么这就是你的作用 这就是我当时的作用 所以我把它叫做 中国实践案例 去完善国际当代翻译理论 那么大家也想一想 你可以看到这里 我研究这一个东西 我发表两篇文章 我还希望可以发表更多的文章 同样道理 我也希望今天的讲座 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这种学术经历 大家去想一想 大家能做什么 能做什么 能怎么做 能怎么去发表 实际上 作为总结我说一下 第一 要接触最新的理论 要提炼新的话语和概念 只要你能把Web 2.0 Plus Teaching 提炼成Curriculum 2.0 你就是一种话语提炼 你在用话语提炼的过程中 你创造出新的概念 这就满足了国际学术的方法 叫概念引先学术 你在把这个课题做出来的同时 你就得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有自己的方法 你把它讲出来 你就有自己的贡献 你就可以发表出来 那么这基本上 这就是我今天讲座要分享的 这个是有一些 Mona Baker的一些细节 她的详细的 我没时间我就不讲了 你可以看出她的这种进步 这个人的改变 最后一页 是我今天讲座引用的一些书目 在这里 那供大家参考 这后面今天主要用我自己的文章比较多 因为呢 我觉得今天是我自己思路的一种分享 我今天呢 我会把它都留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Desktop上面 如果大家需要呢 你们可以拿来用 下面 问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大家想一想 如果有问题 可以提出问题 谢谢 老师们 有问题的 提问题啊 现在提醒了 等一下我们上方 这个网以后提都行 好不好 我们搜一下 对 我先想问一下 我现在 比如这名语 无论点 今天你所说的 这个经典单一 你必须要做的研究 不一定要全部翻译出 所以体验其分的一些有智慧的研 对于民族典记里面 它有一个是 能够有些故事的 能够体验出来 民族认同的关系 必体验出来 这个小色民族 俄王的国家 有一个认同的国家 中华文化的认同 我想把这些东西体验出来 但是我们不知道你什么形式体验出来 这也能够更给我们一个例子 就是说 因您有的体验经验 无论 某一些有志愿员 到底怎么去翻译 用什么方式翻译 首先说吧 我先承认 您专业的地方 我去体验很困难 因为我研究不多 但是呢 我觉得有些方法可以去借用 第一 我首先说 我觉得中国有些地方 这种民族关系 真的很好 像云南这些地方 我觉得可以去看他们怎么去形容这种民族关系 这种民族关系 比如无论我们经常说叫做什么和谐之类的 这个东西很难翻 你只要一翻成Harmony 它就任何一个词 它已经loaded with many meanings already 你只要一翻译成它现有的Harmony以后 大家就想当然认为 这是我们西方已经有的 我不需要去接触 不需要去了解 你要想想要创造一个词 那么说第二点 你看言福这个人 他不会轻易找对等词翻译 unit 他不会找一个叫做个体或者什么去翻 他要去创造一个词出来翻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对 我讲另外一个例子 实际上老百姓有些地方走在我们前头 我举个例子 我突然想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实际上 在这种创新的过程中 老百姓可能走到了我们的前头 有一个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叫做 比如说辟民 他译成citizen citizen 辟民 你看老百姓 中国网民制造出来的新词 有几十个 比如说不要折腾 他们译成no z turn 对不对 类似的 所以你要想一想 直接对等的词翻过去是没有意义的 一定要话语提炼 包括做出新的词 新的字 新的术语 所以你要想一想 那讲到中国民族关系的话 我能制造出一些新的什么术语 然后 第一翻译 第二通过学术论文去讨论 那你对中国思想外宣翻译 做出的贡献更大 那就像以前 严福在西学中用方面 做出的贡献可以相比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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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我们一般为什么做的上边呢 就是同一些翻译的策略 或者把这个 我就是考虑核协 我现在正好考虑的事情 就是这个点感 我就同一些策略的考虑 对于曾经的您所说的 从序言里面 或者做一些这方面的介绍啊 或者在角度方面啊 做一些这方面的介绍啊 这些我也觉得 一直不能哭 比如说好像 大力党实际啊 做得很实际 也不太好 就是您所说的 这个方法 就是很整齐 但是难对也非常大 对 当然如果也取决于 如果人家给我翻译 是按照字数来论 报酬的 我就不做了 对不对 一签字给我二十块钱 我要想半天 这样子说起来 严福当时的报酬是很高的 严福一篇 一个著作出来 可以养他 一个家庭两三年 但是他也是一种 思考不够成 我的意思是 那么我作为学者的话 我不认为中国学者 一窝蜂去翻译 能给国家带来多少贡献 我倒觉得中国学者 去写论文 把中国的精华思想 讨论出去 第一 你可以拿到课题经费 这个课题经费 远远超过翻译 第二 你对你的事业 你可以拿到提升 可以升值等等 它带来对你个人的收益 也要远远超过翻译 简单的文本翻译 在我看来没什么意义 我提供一条 就是刚才讲到 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联业里面 可以自己创造 那么我请问在中学校 怎么看待 其实我们许元冲卸心 许元冲老卸心的翻译 他自己自称是 中师音域第一人 那么他自己一收处以后 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那么在他的这个中师音域过程中 也看过他的一些文笔 翻译的文笔 那么有些词汇 确实也不敢走通 那么那些词汇 在英语里面是没有对比的词汇 也可说是他自己望闻生意 那么语言是来自生活的 那么翻译的时候 如果完全是他自己闭门造车 他说望闻生意发出来的这个语文 可能跟并非常简介 我们看中家设 看您怎么看待 主任中先生的这个中师音域 他的文笔 谢谢 谢谢您这个 谢谢您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也很挑战性 我觉得我还是蛮尊重许元冲 而且我也很欣赏他的做法 起码人家不敢去造字 他敢造字 但我要说到下一点 许润充造字 我觉得他如果是把自己关在书宰里造字 不太好 他如果走入到火热的生活里 去造字更好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Citizen 很多是在网络上 大家流传起来的 他即使不进入社会 如果他能在网络上 接触到这个火热的生活 造出来的字 也更能经得起推敲 再说 说到中国什么什么第一人 我觉得不要紧 那我们国内增加我们的自信心也挺好 那在国内流传 实际上这样子说吧 在国外流传 我觉得中国我们做的不够 无论我们多么伟大 这个国家多么强大 我说中国流传 现在最流传的一个字 叫做一带一路 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掏出了真金白银 真的给世界贡献了几百亿 几千亿的美金 大家都想分一块蛋糕 你想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做得很强大 人家就会来抢你这块蛋糕 就知道什么叫 one row one one bell one row project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很好 但是中国下一步就要想 我不是说每样东西 这个太靠死来了 太昂贵了 为了一件事 我要去扶持那么多贫穷 不可救药的国家 不值得 下一步就要真的把软实力给做好 怎么把我们真正清华 用话语提论出来 让大家愿意去讨论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毕竟许潤聪已经七八十岁了 九十岁 那么下一代你们这些人 要想新的办法 世界是你们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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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 这里我有点 就是一点小空谱 想来打出来 给您看好一下 就是您刚才 给我们讲 讲述了就是说 像中国的这种 三字经 地子规 它可能是 就是说 它里面具有的一些思想 可能不会被外界 像这种西方 它们可能会比较 受众会接受 但是像这样的一种作品 又是被认为是中国的这种 经典的一种精髓所在 也正是我们国家现在比较倡导的 像中国文化走出去 也就是将中国的一些思想 这样子传播出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如何处理好 就能够将中国的这种 传统的经典 精髓 传承出去的过程中 又能够 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 话语权 具有中国话语权的这个作品 两者进行很好的 就是结合 您就是提点 建议 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话语提炼 他给我们异者 我们实际上不仅是异者 我们也是学者 像严福这种人就是学者 鲁迅也是学者 他首先是学者 然后才是异者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异者是学者 给我们一个话语提炼的一种启发 实际上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选择 有些东西被淘汰了就淘汰了 有些东西是精黄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我们想一想 弟子规有些东西 我们拿回家去教育自己的孩子都很难 那就证明他已经过时了 你整个文本翻出去 你让人家看到的大多数是过时的那种风俗习惯 那就真的不值得 对中国有害无力 那还不如去提炼其中的一些精华 实际上我说 实际上弟子规有些东西也很优秀的 我一直没想到这一点 我的学生启发我 比方说我们对孩子管得很严格 很严格 严格到什么 天天送去 见到叔叔要喊叔叔 见到阿姨要喊阿姨 然后天天送去补习 我有个学生告诉他 他说他原来恨死他爸爸妈妈 天天作证 但有一天他发现 他毕业以后 他进的是 这人叫于芳进 他是我99年的汉语大伦辩论赛的 可能是第四遍 这个人 他现在成了国际上一个叫做 Lofen的一个咨询师 年薪大概200万在上海 他说他的同学 家长放任滞留 养羊一样养的人 现在还在麦当劳工作 所以你实际上看 我们叫孩子的这种方法里头 无论他有多么固实的成分 也有一些精华 你要想 我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总结出来 那么下一步 如果你翻整本地纸规 让人家误会你的话 我还不如去思考 中国人带孩子的精华 这个精华 不仅有我们中国人古代智慧 也有现代人的智慧 也有西方人的智慧 只不过我用一种新的语言 把它提炼出来 当你能把这个做出来的话 你的这个新的话语 新的概念 就领先中国 也领先西方 也领先国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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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老师吗 因为我们等些还不会 所以我们就提问就到这 总教授给我们讲述了 三亿学术最前的东西是吧 三亿这个活动是 有一个介绍是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 对另外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 一种改造 一种变形 一种创造 那么今天知道 它还是一种抵抗 也是一种斗争 所以我们的翻译呢 要走出树灾 要投生到火热的时间中去 对 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定位 我们是中国人 要讲好中国故事 所以我们要用中国的时间 去玩上国际化的一些理论 最终就是斗给我们一些 一些指名一种方向 我们怎么做 起码就一点点起码 现在的翻译 它是走进了一种多元多欲 多方向的这样一个时代 对 以前呢也有很多的一种转向 有语言学的转向 有语言学的转向 文化的转向 社会心理学的转向 现在又回到了语言学的转向 对吧 这种软实力的东西 以中文教授这种国际化的事业 这种全新的理论 我想对我们的翻译的理论学习 对我们的学术写作 这都是一个大产 我想我们的社会一定是非常多的 我们还要慢慢的去消化 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中文教授 感谢中文教授 感谢中文教授